欢迎回来感恩大家点进来我的视频 今天我们来做大家都吃过的家常菜蘑菇炒鸡丁吧 希望大家会喜欢 这道家常菜外婆经常会做给我吃 吃的时候感觉暖暖的哦 赶紧关注我并且直接收藏食谱吧 不然划走怕你要做这食谱的时候找不到我了 蘑菇炒鸡丁 材料有鸡柳洋葱蘑菇姜蒜末 蘑菇从罐头到处洗净切两刀 喜欢吃整颗的就不需要切哦 将切末 洋葱去皮切粒 鸡柳切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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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hts 鸡柳切丁 一茶匙酱油 一茶匙酱油 一茶匙黑酱油 拌匀腌制10分钟 加一茶匙玉米粉 这样炒出来的鸡肉比较嫩滑好吃哦 炒香姜末 下洋葱一起炒软 一茶匙蒜末 下鸡肉一起炒 下蘑菇 不需要调味了 但可以按个人喜好 加胡椒粉一起炒 摆盘了 可以开吃了 好香呢 这道家常菜许多人都吃过 不知大家的食谱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当然也可以和鸡肉一起炒哦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食谱分享 别忘了要把这美味食谱分享出去给家人朋友哦 还没有关注我频道的朋友也别忘了要关注哦 怕你要做这食谱的时候找不到我哦 喜欢烹饪的朋友不妨考虑关注我的频道有更多美味食谱哦 如果可以请给我一个赞是给我最大的鼓励感恩大家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晚上八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 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 不见不散了 我们下一个视频